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大家购买本公司的仪器 下面给大家简介台视频 仪器收到之后首先就是安装 我们先把我们的插拔键以及挂架先安装上去以后 把我们的碳头摆放在上面 然后再给我们仪器加水 加水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注水口 一个易水口还有排水口 我们加水有配送一个漏斗 然后把这个漏斗兑好注水口以后呢 把易水口打开 然后加水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加纯净水 不能加自来水跟矿泉水有杂质的话 它会造成管道的一个堵塞 所以加水的时候一定要加纯净水就可以了 然后加到易水口易水出来的时候 就代表水加满了 然后再把易水口拧紧然后就可以了 正常的话像我们正常使用 一般的话都是15到一个月更换一次水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用的勤快的话我们就15天换一次水 如果说你不常用的话呢 我们可以一个月更换一次水 但是不常用的话一个月要开一下机 我们放水的时候呢就把排水口打开 把水全部放出来以后再重新加水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的平秒激光是要配合脚踏板输出的 所以说我们要把脚踏开关 要把它连接上 好 转好水以后呢我们再开机 先打开电源开关 然后再开我们的钥匙开关 这边呢是我们一个急停开关 急停开关呢我们一定是弹开状态才能正常运作机器 如果说是打下去的状态的话我们是开不了机的 这里注意一下 我们旁边还有一个电源开关是需要打开的 好 打开界面以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操作界面 这个是返回 然后这是1064的一个激光界面 这是75风草头界面 这是532的一个激光界面 主要是控油去痘 缩缩毛孔 也有美白去黄的一个功效 再看我们这个银色探头呢 是1064激光探头 主要是针对斑点 直接爆破的 它可以洗眉洗纹身 去斑点质都是可以的 然后再看我们这个532的激光探头呢 它主要是针对彩色纹身 以及眉毛都是可以的 还有洗唇线啊 都是用532来操作 因为它针对彩色的颜色 好 我们再剪一个界面的一个调节 首先 先给大家剪一下1064的一个激光界面 点进去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呢一个是能量的调节 这是一个频率的调节 这是一个光斑大小的调节 这边呢是一个水温 我们一定要在操作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啊 如果说你使用的频繁的话 我们可以注意观察一个水温 如果水温到达38度以上的话 我们要让仪器休息啊 或者是 让它休息10分钟 然后再给它换水降温 一定要注意降温啊 好 我们看一下能量的调节 点按一下以后呢 我们在这里有个山下 是可以调节它的一个能量大小的 一般正常操作的话 我们是800起条的一个能量 然后频率的话 就为3就可以了 就是一秒出三次光的意思 如果说你还比较难掌握的话呢 你可以调到2 可以调小一点就可以了 像这边的光斑面积呢 我们正常如果是800的能量的话 我们就为3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的能量 还有根据它一个斑点的大小去调节 如果说它是点钻的 我们就用03的光斑面积去操作就可以了 如果说它是偏快钻小块小块那种的话 我们能量可以稍微调大一点1000或者1100 然后这光斑的话我们可以调大一点 调到05啊 都是可以的 好 下面给大家演示一下操作啊 好 都调好参数以后呢 点按转备 界面上要点按转备 然后再更换我们的探头 把我们探头安装上去 装在这个平表签上 这是我们一个1064的探头 操作的时候呢 是要配合脚踏板来输出能量的 看一下 我们首先要练习一个手稳啊 我们的机关最佳泡泡力度的话 是三到四个指头的一个高度 它是最强的一个爆破啊 一般的话我们先从黏脂高开始 一点一点去操作 然后先练习一下这个手稳 手稳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啊 在顾客脸上操作了 开始的话可以拿一个纸 像我这样子去练习一下 然后如果说你的能量越大 然后你抬的越高 然后它这个的话就会破皮啊 像有一些洗眉洗纹身 或者点刺的话 我们都需要打到一个破皮啊 破一点皮效果才会好 就是说基本的话一次结痂以后就掉了 就干净了 如果说你打到发白状态的话 可能你要多操作一颜色 下面试一下 我们在操作之前呢 一定要进行一个清洁啊 要用生理盐水浆打湿棉片 然后把操作的部位擦干净消下毒啊 下面打一颗质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在操作过程当中呢 你可以拿一个打湿的棉片 然后再擦拭一下 看一下这块的色素有没有打掉 打掉了以后呢就可以了啊 正常的话它结痂之后就会掉 掉了就干净了啊 一般的话操作完以后呢 是要涂冻干粉的做修复 或者是插一点修复因子啊 这些都是可以的 我们在给顾客操作的时候呢 在不熟练情况下 一定要给顾客佩戴上一个眼镜啊 我们在操作这个 要064激光碳头的时候 是不需要戴眼镜的 但是顾客一定要给顾客戴上眼镜啊 如果操作面部的话 还有呢一个就是洗眉洗纹身的话 像洗眉嘛 我们一般的话就顺着这样去打啊 先打尾巴 然后再往中间去靠这样去打啊 然后呢 建议是不要重复的去打 你就打一遍就可以了 一遍一遍 过去就行了 来回扫一遍啊 不要在一个地方重叠去打 一定要注意啊 然后的话 像有些地方 如果说你的一个包护力比较强的话 它可能会破一点皮 会有点红啊 这个都是正常的 正常现象 一般的话洗眉毛的话 它一个结架期的话 也是要需要一星期啊 才能修复好 然后到时候就可以看到效果 一般的话都是间隔一个月 操作一次就可以了 这是104的一个使用 我们532呢 它主要就是针对彩色的颜色啊 我们在操作532激光的时候 是需要佩戴上眼镜的 因为它的光是绿色的光 比较气然的 点按 待机 然后返回 532有532的一个操作界面 它的能力也是一样的 800起跳 或者是你开始打的话可以 调低一点 700开始 都是可以的 频率为3 外面面积为3 然后点按准备 然后我们这个探头呢 主要就是针对彩色的纹身 以及眉毛 比如说红色的绿色的 还有就是边彩色的颜色 我们都是用532激光来操作 再给大家剪一下啊 操作方法也是一样的 它也是从粘质高的一个距离 开始操作 然后找最佳的爆破点 最佳爆破点就是3到4个指头的 一个高度就可以了 再给大家 我们操作黑脸娃娃呢 看头呢 我们要用到1064的一个操作界面 黑脸娃娃呢 是最温和的 它只对碳粉起作用 只针对碳粉爆破 我们在操作黑脸娃娃的时候呢 是要给补克先进行一个面部清洁 以后呢 再给它涂上碳粉 看粉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面膜拌哦 一定要补薄一点 就像敷面膜一样的 我们要避开毛发的位置一公分就可以了 还有它的眉毛一公分 发起线一公分 像其他的地方都是可以操作的 可以针对痘痘肌肤啊 还有就是毛孔粗大的比较油的 涂上碳粉以后 我们是要需要稍等5到10分钟以后 再开始进行操作 这里我就示范一下给大家看 如果说呢 像如果说是正常肌肤啊 正常肌肤我们一般都是10到15天做一次 如果说是偏油性的肌肤 有痘痘有捧刺啊 有这些皮肤状态的话 皮肤问题我们一般都是呢 7天就可以做一次 或者是10天做一次都是可以的 如果是干性皮肤的话 我们一般是降个20天做一次 等到碳粉呢 差不多干的时候就可以了 不需要完全干透啊 它会也会有一点点湿的 但是一定要等它干一点 然后再开始进行操作 再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界面的参数调节 几条能量都是一样的 也可以700或者750 像它的频率的话 我们要调大一点啊 频率的话我们可以调个7 8 或者8到10都是可以的 它的频率越快 它出光的频率就越快啊 这边的频率就是代表它一个出光的频率 然后关门面积的话是03 点准备 点准备 好我们在做黑脸娃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要从一排一排的啊 一排一排油下线上去操作 不要打散的啊 不要打散钻的 还有它包括这个碳粉呢 它会有一股味道 如果越臭的话说明它一个皮肤情况 就是要照高啊 是不要照高的 然后呢 可以多来做几次啊 一般一个疗程的话是要做到六次的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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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黑脸娃做完以后呢 是直接要付一个补水面膜的 然后提醒顾客要注意防晒 也是要连续补水 可以 三到五天 嗯 好了 这种打完以后呢 我们也可以在没打干净的地方呢 这样来回扫一下啊 可以了 好 直到把整个面部做完以后呢 擦干净 然后呢用温水擦干净 一定要注意啊 不这里不能用冷水 一定要用温水 擦干净以后呢 我们再给顾客附上一个补水面膜 然后可以配合一个光回仪 给它照射一下 可以达到最佳的一个效果 还有呢 我们这个黑脸娃碳头 一定要注意一个清洁啊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打完以后呢 它上面是会有粘到一些碳粉 然后我们要用一个棉签 然后沾湿一点生理眼水 给它进行清洁擦干净 好 整个操作完以后呢 我们要把它点按 再击 然后返回 然后再返回一个界面啊 反正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再关我们的钥匙开关 好 再关电源开关 整台一期了 按钥匙开关 便宜靠 我先给它进行车去 Mongé